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貴國哪一個銀行不是超大財團 你自己去查一下 它不但產經不分離 根本就是貨在一起 根本就完全貨在一起 所以美國沒有一家銀行 它的老闆可以去 經營麥當勞的 沒有這回事情 台灣在上一次金控法修法的時候 本來想要加進那個條文 但那個遊說排山倒海 因為你如果加進這個條文的話 你所知道的胡家、姑家、蔡家、徐家 還有何家 全部都會跟你絕食抗議 所以這是非常 所以台灣的銀行體系也是超級不健康 超級不健全 第一個我們從來沒有產經分離 都是貨在一起 第二個我們全是家族企業 沒有幾個銀行是正常的公司治理 全部是家族企業 我說家族企業就像是地製 對不對 公司治理就是民主 地製就不是民主 民主就不是地製 所以這是我們的銀行是問題非常非常多 那經文檢查不得不服 你如果不服的話 它可以罰款 那假設你準備率是0.2 你收1億元的準備金 就可以創造5倍的存款 但是5呢就是叫做存款的乘數 雖然準備率是0.2 但是一般銀行絕對會比準備率多一點 因為你金融檢查的時候 萬一你剛好少了一毛錢也不行的 所以都會比它多一點 比準備率多的 比準備金多的那個東西叫做超額準備 那我們現在的對於貨幣啊 我們說包括存款貨幣 可是有些時候 只要是非常容易變現的東西 也就算是一種貨幣 因為它非常非常幾乎像現金一樣 非常容易變現 所以房地產是非常不容易變現 所以我們就可以按照這個變現容不容易 把它貨幣定義成這樣子 所以你在報紙上經常看到 什麼M1啊 M1B啦 M2啊 定義是這樣 通貨金額 什麼叫通貨金額 就是你口袋裡的錢啦 在民間流通的錢 叫通貨金額 加上支票存款 加上活期存款 這叫做M1A 剛剛都已經解釋了 活期存款是你的 你可以開的 支票存款 是可以開支票的存款 那只有公司 M1B就是M1A 加上活期儲蓄存款 活期儲蓄存款 是儲蓄 但是還是可以變現 那 台灣還有一個奇怪的東西叫做 叫做 郵局存款 郵局的存部儲金 加進來 加定存 加定期儲蓄存款 加上外匯存體 就叫做M2 所以這個定義下去 越來越多 但你大概要知道這些 定義 我們的郵局的存部存款金額超大的 數字我一下 記不太清楚 他有沒有貢獻 當然有貢獻 我在做國務博主委的時候 幫台中科學園區一個小忙 就是他說要郵局去設一個分局 那員工就很方便 如果沒有那個分局 員工就超不方便的 那個郵局就說 假設你正是去公文 郵局回回一定說 經過計算 那個成本不敷 他就不願意去 但是假設 國務博主委打電話給交通部長說 去一下吧 他明天就去了 所以 新竹客園園區最早去的金融機構叫郵局 你不要小看 所以一開始沒有郵局 他就群聚效果就不容易發生 群聚效果不容易發生 廠商就不會多 等到廠商夠多之後 商業銀行才進來 所以銀行都不會配合政策 他是有錢賺他才去嘛 但是郵局會配合政策 所以他就派一個郵局去 你還說哪一棟 台積電哪一棟大樓少一個提管機 如果台積電去講一點屁用都沒有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去講 他立刻有個提管機 所以快點 所以我們的郵局超級方便 那慢慢慢慢他就被一些別的東西取代了 以前你繳罰款還要去郵局 現在交通罰款大概7-11就可以繳了 一大堆 你要去郵局 那個宅集便到郵局還蠻不方便的 還是7-11就很方便了 所以慢慢慢慢他會被 取代 那無論如何 7-11你要他代收代繳交通罰款 他要賺錢嘛 郵局 他不能講賺錢 他的任務就不是賺錢 好 這個圖是重要的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第一次金融改革和第二次金融改革 第一次金融改革呢 就是預放比 太高 我們等一下會解釋什麼叫預放比 所以你看這個圖就知道 差不多在20102的時候 我們的預放比超高的 到了11% 然後呢 慢慢慢慢就 經過一些政策就下來了 可能一些政策有一些是 東西gay 差不多從96年開始 預放比就快到4 然後就超過4 然後移入下來 最高峰就是那個 01-02 那03年有一個 叫做一次金融改革 就把那個預放比下來 預放比如果到12了 就是你100塊錢的放款 有12塊錢是呆帳 這國家還能玩嗎 就到處是呆帳 將近10%是呆帳 不是 90% 不止了 12%就是12%是呆帳 這根本就胡整嘛 你有 所以我們 什麼叫預放 貴國又有一點很創新 預放是 預一定期限 未正常繳納本席的放款 佔總放款的比例 用於顯示金融機構的放款中 可能會面臨客戶無利償還本席的情況 一般而言 預放比例在3%以下 表示金融機構的壽性品質比較好 這是全世界的通用的定義 所以呢是未正常繳納本席 包括本或者席 如果到期你還不出本 當然是預放 那如果 它連利息也繳不出來 就平常我這個利息暫時拖一下 那也叫做預放 未正常繳納本席全部都是 那3%是Acceptable 就是全是 因為你不太可能有個國家是領域放的 除非是Mafia Mafia沒有領域放這些事情 打掃好嗎 立刻還錢 那台灣呢 是作假 他說 但經聯銀行團 經聯代銀行團 同意展研 繼續復習者 不記錄 遇放 這是不要連 因為你看過太多 它就已經快倒了 還不了錢了 那通常是有連帶的銀行團 就是什麼台銀 華銀 張銀 一起來代放鬼啊 只要這些共同代放的銀行團 共同同意 說 我們就把它展研 它就已經遇放了 那展研就不算 展研就是 但是 必須還存在 然後 它願意複習 我以前在某個銀行 做過獨立董事 我就非常了解 就是 有一個提案 提案來說 台灣銀行 是連帶銀行團之一 它建議 說 這個假公司 它 我們再給它展研一下 好不好 然後第二點說 其他銀行都已經同意 那你敢不同意嗎 你就被逼得你同意 所以 遇放就是遇放 如果說 繼續展研就不算的話 那天底下哪有遇放 啊 你又沒還缺錢 那你展研嘛 你沒還缺錢 展研到你兒子嘛 展研到你孫子嘛 所以 永遠沒有遇放嘛 因為 子又生孫 孫又生子 子子孫孫無窮待遺 所以它就 永遠沒有遇放 不能這樣搞法 但是我們就 這樣定義 然後就把問題一直拖著 一直拖著呢 最後就全民買單 為什麼會遇放呢 有幾家超級大的遇放 都是黨政巨頭 這些人 你們自己去Google 王玉瑩和劉松帆 都好像去世了 這個人做過立法院長 這個人做過高雄市長 為什麼要笑怎樣呢 看不起立法院長嗎 他們都是黨政巨頭 他有個表弟 叫陳維昭 那個人做過台大校長 就是台中神崗人 這是陳維昭自己講的故事 他說 他說好像 從小啊 他 那個劉松帆 考試啊 成績都沒有陳維昭好 直到他選校長 那個陳維昭就 就去拜託劉松帆 可不可以指導一下 怎麼選 所以 大學校長的選舉 需要有選舉經驗的人 需要有地方選舉經驗的人 叫做劉松帆去指導 那這叫大學 好 有一些謠傳是這樣的 就是 劉松帆他是可以做立法院長 是因為 他 貸款給你 貸款給某假某一某筆某筆某筆 那這個貸款是 長期 無錫 不一定緩 就像我帶給我兒子 那這樣子的話 選舉的時候 拜託你支持一下 聽說是這樣子 細節 我是沒證據 我也不可能有證據 誰能有證據呢 無論如何 這兩家銀行 他有一個銀行 叫台中氣銀 那那個王育銀行 叫中興銀行 我有朋友好像做過高雄市財政局長 他說那個中興銀行 的預放 好像是30% 我聽說我都嚇死了 這是 不知道什麼怪銀行 可以到30% 因為你看 剛才那個圖 你要到12% 這是全台灣平均的 各位先生女士 全台灣平均 還包括台灣銀行 你經過台灣銀行 會預放嗎 就是包括保守不得了銀行 平均起來如果是12% 如果有一家銀行30% 是很正常的事情 一點都不離譜 所以我只是不知道 哪家銀行是30% 那因此他2001年之後 然後呢 就 這個 一次金改 就把它降低預放比 怎麼個降低預放比呢 就是打消呆帳 怎麼個打消呆帳呢 就是 原來那個 預放比就承認他 就化為呆帳 其實我是不太懂 我不太懂 不用了 戴帳怎麼打消 這完全是會計上的不是嗎 本來有預放嘛 那你現在就承認損失 那當然預放就沒有了 你就化為損失嘛 你懂我意思嗎 你本來有一筆應收賬款 後來就承認收不回來 那就損失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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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了 但是重點啊 你很少看到 預放的銀行的負責人 坐牢的 你如果不去追究那個後面為什麼預放 這不叫做打消呆帳嘛 這叫做土改呆帳嘛 這叫做銷毀呆帳嘛 這叫做會計科部的移轉 但是 後來好像劉松反而有因爲什麼事情去起訴 但是 好像逃到中國大陸去了 那王玉瑩 反正我們重大的犯罪都逃到 對岸 因為交通方便嘛 所以就過去了 好 什麼叫二次經改呢 二次經改的嚴重性 比那個預放還要大 二次經改是2003年10月左右 有一個叫陳水扁的總統 他宣布了四大目標 第一 他的背景是這樣 說台灣銀行貸太多 所以每家銀行啊 就小小的賺不了什麼錢 沒有辦法 有效的做國際競爭 所以呢要 希望台灣銀行在短時間之內快速整病 現在不是還聽到有時候形成國家隊嗎 聽過吧對不對 要有亞洲隊國家隊 同樣的邏輯 但是呢 這個更離譜 就陳水扁在那一次總統府的財經月報 突然就宣布 那是2003年10月 他說到2005年底 也就是兩年兩個月之後 他要有三家金控的市占率大於10% 為什麼 這誰能夠控制的嗎 哪家金控大於10% 怎麼控制呢 控制這個有道理嗎 總統去管道市占率嗎 第二 2005年底 公股銀行要減半 為什麼 公股銀行減半 就是要賣的意思 對不對 公股好多銀行是三商營啊 那你要把它賣掉一半 為什麼 第三 2006年底 16家金控要減半 為什麼 那我們今天行政院長得不可以宣布 今年是2020嗎 2021年底 麥當勞和博克均要合併 第二 2021年底 所有台灣的披薩店 必須要有三家市占率佔於超過20% 可以這樣搞嗎 你可以管銀行為什麼不能管PIZZA 一起管了嗎 我覺得街上好亂 都是速食店 影響健康 2006年底 16家金控要減半 就變成8家了 你怎麼把一家公司消滅你告訴我 你沒有辦法消滅公司啊 你唯一能夠消滅的就是公家的金控 所以這整個的事情就是在B的公股銀行賣給私人 而且要在定期之內限期完成 第四個 2006年底至少一家金融機構 轉外資或在外上市 這個不管他 這個比較不重要 重要的是前面三點 這都是荒謬一 荒謬二 荒謬三 那時候財政部長叫林英全 那時候的央行農才叫淮南紫 這兩個人我都當面問他 我說這會議記錄哪裡來的 陳水扁財事哪裡來的 他說他不知道 我說事前你不知道嗎 他說我事前完全不知道 這兩個人不會跟我撒謊 我說他的財事到哪裡來的 他說他從西裝口袋裡拿出來 然後我就去問總統府的財經諮詢委員 叫做陳永成 說他財事告你給 通常也不是 這哪裡來的 他現在不知道 那現在因為 陳水扁要失智 所以搞不太清楚 他右手會 想到台灣前途就會不自主的抖動 每分鐘到58次還是什麼 所以現在是無解 也搞不清楚 光是這件事情 我就不原諒這個傢伙 所以陳水扁是在財經顧問小組會議 拿指條宣布的 專業行和財政部統統不知道 市場整併 政府管不了 你說16家變8家 他怎麼能夠要求 台信金和中信金合併 他就要求不了 他唯一能夠要求的就是賣公股銀行 但是又限時 就等於說 限時女兒出嫁 我女兒已經蠻大了 我就說 一年之內要給我嫁掉 我如果規定到一年之內嫁掉 唯一的後果就是聘金變很少 本來會彈出好價錢的 就彈不出來 所以我說彰化銀行 你如果一年之內賣掉 彰化銀行就只得賤賣 所以 這個唯一的後果就是賤賣 到底說我們以前講過 什麼叫聘金 就是金銀權的溢價 就是彰化銀行股票 現在如果一張 一股是40塊 當他賣掉金銀權的時候 那個買家要給他一個溢價 那個30% 40%都有 但是因為你現實 我就沒辦法談價錢 要談 雖然 通常要時間 要磨出來 最後就是重點 咱們我們賣彰化銀行 誰能夠買 你嗎 你去買買看 我的財力 只能夠買一下彰化銀行的一間廁所 你們啊 廁所門口一塊瓷磚 所以誰能夠買銀行 吳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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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家啦 花旗啦 叫吳姑蔡花 這我取的名詞還不錯 那他們都是家族企業 他們的公司治理都很爛 所以你把公股銀行 這是Thomas Pickett 批評最兇的地方 就公營事業民營化 你要非常非常注意 過程 和程序正義 不只是銀行 你看 俄羅斯之所以現在貧富不均 這麼嚴重 就是因為 公營事業民營化 就是因為國家資本 欺失到民間 你程序沒有掌握好 就全是共產黨的吧 就是KGB的 中國大陸為什麼有富二代太子黨 就是因為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把一大堆的國營事業 釋出來嘛 釋出來會能夠 在那個過程中間有先手的資訊 能夠拿到好多 就是共產黨高級幹部嘛 這全世界都是這樣 那台灣也是一樣的 台灣能夠 你剛才看那個四點東西 是不是就逼他賣公股銀行 是吧 是不是限時賣 是吧 那誰能夠買 就那幾家嘛 那這個程序 就完全不正義 那完全不正義 就造成了今天的後面 好 所以張瑩 誰去買去呢 台欣 台欣 台欣就是吳家 國標 誰買去呢 永豐 永豐就是何家 何壽川最近還 因為公司治理的案子 現在 判刑不曉得 一省還是二省搞不清楚 開發和中信 吳家有兩個小孩 各一個 都算好了 兩個兒子 各一個 那個 吳家有 兩個兒子 一個 三個啦 另外一個不在這裡 一個 吳東靖就是 一個是 台欣金控 一個是 他有什麼金控 反正好像一家 兩個兒子的 都有一家銀行 那 四華是國泰 那 蔡家有另外一個兒子 叫做 蔡明忠 他已經有台北富邦 所以 滿公平的 各個家族都有了兩個 都有兩家銀行 那 趙峰差一點又被中信買去 真的是差一點 哪一年哪一月我記不得了 不是有個紅火案嗎 紅火案就是透過外資怎麼樣回來買趙峰 就是醜陋到幾點的東西 然後 大概要到當天開 當天要開董事會確定了 行電院長 才 才 終於找到一個辦法 把他 不讓中信拿去 那時候的院長叫蘇貞昌 那時候的副院長叫 英文財 這都是寫令 那 你說這個程序不正義 怎麼樣 還能回復原罩嗎 超難的 一個民間企業 一個國家銀行 如果賣給了民間 結果你現在在司法上發現他 兩年之前有一個不正義 你還能夠 你還能夠 轉型正義嗎 超難的 超難的 這個 非常困難 所以二次金改 是台灣有史以來 最無恥的地案 金額大概是數兆 進入少數家族財產 這是我痛恨的事情 更不用說 那個 一大堆台灣的銀行 就是 我說家族企業 但是產經永遠不分離 所以你看 遠東銀行是徐旭東的 對不對 它有什麼企業 你自己去算吧 包山包海 水泥 水泥 不是亞洲水泥嗎 遠船 大哥大嗎 不是 資通訊嗎 遠汽百貨 遠汽旅館 遠東紡織 哇 紡織水泥 旅館 百貨 銀行 電訊 那富邦 不是一樣嗎 蔡民中 就算吧 那哪一個沒有 建設 什麼都有 所以台灣的銀行 我從來不贊成 打國家隊 直到你的產經分離做好 直到你的公司治理做好 否則你沒有理由跟我講國家隊 所謂國家隊 就是國家要支持一個大戶出來 就跟剛才講的二次經改的理由是一樣的 所以要有至少一家金融怎樣怎樣 至少一家什麼市戰率怎樣怎樣 所以你說 那時候說再回過頭來 為什麼要二次經改 說銀行太小 家數太多 所以不夠大 但是為什麼要你大 你如果是家族企業 為什麼要你大 為什麼要讓你打國家隊 你賺錢的跟我有什麼好處 跟人民有什麼好處 好 這是血淋淋的回憶 CUC10分鐘 CUC10分鐘